这段时间的油价可以说令车主们都感到兴奋,毕竟30价油价回到了六元时代,是一个很重榜的消息,根据油价最新消息劝国价来看,14日油价将会再次调整,搁浅和下调的概率同等,究竟会是什么情况呢?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,国际原油期货均价较上周上涨,对油价起到提振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点? 其一,中美就贸易问题基本达成一致,市场对国际贸易担忧情绪明显缓解,提振油价大幅攀胜 其二,俄罗斯表态支持OBEC的原油减产,令市场得到有效提振 其三,加拿大的意外减产,也提振油价的上涨,虽然当前OBEC减产预期愈加强烈,但依旧存在不确定性 有消息人士表示,目前OBEC可能推迟做出减产决定 另外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推特,表示希望原油价格进一步回落 该消息令人油多投信心受挫,受此影响,去测算,截至12月6日第四个工作日 参考人油品种均价为58.6亿美元桶,变化率负2.19% 对应器材油价格下调105元每段,半轮桥价窗口为12月14日,24时 市场等待OBEC减产会议结果,国际油价维持震道,并存走高预期 半轮国内器材油零售价存搁浅或小跌可能 如果油价在下调的话,相信,最开心的是出租车司机了 毕竟他们的到手工资和油价是直接挂钩的,油价越低他们工资就越高 但是如果油价搁浅的话,相信也是能够接受的 毕竟现在六元时代,也能剩下很大一笔油费,来自网络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不要rire 请不要按赞啊 不 Charlize inspired by owned by 高频道 积类实 near 笔寫不高预 losing 然后来转发汇设计的